上一回啊,我们讲到了蒙古达达的首领安达,率兵来到北京周边是烧杀抢掠,甚至呢还打算进攻北京城,那么经过了谈判之后,这个安达呀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让我退兵可以,但是皇帝得允许我入供,什么叫入供啊? 就是年年派使者上这明目张胆的要东西来,其实跟墙也差不多,那嘉庆皇帝哪答应啊?于是他就把严嵩他们召集到一起来想办法,当然了,时任礼部尚书的徐杰也在被召之列,这个皇帝问严嵩怎么办?严嵩非常狡猾的把这个球啊,踢给了徐杰,他说陛下,就这个入供的这个事情,那好像应该是 是礼部负责呀,嘉庆皇帝只好就问徐杰,说你有什么办法?徐杰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徐杰说,以臣看来,敌军兵临城下,你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占,也不能守,嘉庆问,那该怎么办呢? 徐杰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聚集力量,再对安达发动反击 嘉庆听了以后,十分的高兴,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拖延时间? 徐杰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以为耻辱的安达入供文书,自信的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说, 办法就在这份入供书里头 这个外交啊,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 但他还有一个另外的通俗的解释 那就是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难听的话 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的话,那么徐杰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 他敏锐的在安达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安达写了这个文书啊,只有汉文,没有蒙文 那么按照惯例呢,外交文书应该是需要两种文字的 但这不过只是个形式而已 以前呢,并没有人认真的遵守 然而这回,大明决定仔细认真的旅行这个程序 于是乎,安达的使者就被通知 他需要把这个入供书啊,带回去 重新加上蒙文的内容 使者没办法呀,只好回去了 跟安达说,陛下,人家要求咱加上蒙文 听到使者的话,安达的脑子就有点乱了 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 但是玩政治的能力却是实在是太差了 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 这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安达 他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得外交礼仪被人取笑 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 可是刚过两天,他的文书还没完成呢 新的邻居就到了 谁呀,北直立地区前来秦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 城外明军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人 而安达也终于明白,自己呀又上当了 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 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 但在城里的家庆并不是傻瓜 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 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奎 命令他准备对达达军发动反击 这个丁汝奎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 他还必须去拜见严松 在很多的书籍当中啊 严松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 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 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 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 到随地吐谈乱搞男女关系是无所不包 可谓是人渣当中的人渣,什么坏事他都干 但是啊,如果客观的分析一下史料 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 他这一辈子的原则就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只要自己的官位全是不变,就可以了 什么百姓死活呀,社稷兴衰呀 跟他是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 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 叫做行政不作为 俗话称站着毛坑不拉屎,磨羊工等等等等 严松啊,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愿意惹事,也不愿意管事 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 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胆小的严松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 因为正是由于他的置若罔文,大肆无功 才使得朝中正无懈怠 大臣们都不干正经事 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 皇帝在修道,您首府也不管 那这个国事还有谁来管呢 不过严松先生的不想管 并不是完全不管 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丁汝葵十分了解这一点 他很清楚,如果没有严大人的首肯 擅自就行动了 那么下严的下场,就是他自己的前车之鉴 于是他向严松告知了皇帝的御令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严大人,您说咱们什么时候发兵啊 严松思索了片刻 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严松说什么呀 他说丁大人,先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 严松为他的答案做出了解释 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严松说,如果发动反攻 就有可能战败 如果在边界战败 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 但是现如今这是在天子脚下呀 如果您失败了 皇上一定会知道 那个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 不如让这个安达呀抢就抢吧 反正不久之后,他自己就会撤走了 我们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了 这就是大明国内阁首府的治国哲学 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 但是丁乳葵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很多年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十分清楚 皇帝的命令是反攻 如果按照严大人的话去办 那到时候皇上追究起来 可是要杀头的 然而严松却拍着凶褚跟他打了保票 哎呀丁大人,你放心 有我在呢,必定平安无事 这个丁乳葵安心的回家睡觉去了 他相信严长官不会忽悠他的 事实证明 严松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 什么价值啊 可以当废纸卖五毛钱一斤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 城外的安达军肆意抢掠 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 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 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账 连服务费都不敢收 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安达终于走了 家境也终于愤怒了 蒙古人大摇大摆的走了 正如他们大摇大摆的来 没带走一丝云彩 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名百姓 家境紧急召见了丁乳葵 厉声讯问你你你为什么不出战 丁乳葵沉默了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事与至此即使摆出严松 自己也未必能够免罪 而且还将失去所有的退路 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 得不到回答的家境皇帝更是火冒三丈 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 那么严守府呢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 在监狱里丁乳葵不断接到严松的指示 让他放心坐牢 坚持挺住 就有办法了 丁尚书就这样坚持的挺了下来 一直挺到了刑场上 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 丁乳葵这才明白 自己让人家给卖了 还在这帮人家数钱呢 事到如今 他唯有仰天大喊一声 严松贱泽 你忽悠我 但痛斥之后 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恶 满目焦土 生灵涂炭 严松固然是主谋 他却也是帮凶 于是他想站在一旁的人 问了最后的一个问题 请问王郎中现在何处 这位王郎中是谁呀 就是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尚学 前面咱们说过 这个职方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 按照明代的律令 如果谋划错误打了败仗 职方司的长官郎中 那是要坐牢负领导责任的 所谓的这个部门最穷最忙 还要背黑锅 所以没人爱去 就是这个原因 应该说丁乳葵还真是很够意思的 他在狱中曾经反复表示 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 不关职方司的事 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 发配充军的时候 这才终于输了一口气 留下了最后的一番话 他说 当初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 但我为严松所误 没有听他的意见 这是我的错啊 嘉靖二十九年的这次风波 在丁乳葵的叹息声中结束了 在这场劫难中 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 京城被人围了一个星期 京郊地区狼藉一片 暗达在大明的眼皮子底下 烧杀抢掠 无人可挡 东西丢尽了 这脸也丢尽了 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 被后世称为耕树之变 永远的载入了史册 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 某些事情正在悄悄的发生着变化 徐杰在这个事件当中 无疑是胜利者 危难之际 他挺身而出 承担重任 在嘉靖的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 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 但伴随着机遇的到来 还有危险 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 胆怯者 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兴的可怕 在今后的日子里 他将全力以赴 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 扼杀在摇篮当中 虽然在国家大事上 严松是一个胆小鬼 但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 他就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 去街 继续往前走吧 越往前走 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 在前面等待你的是更加狡猾的对手 和更加阴险的圈套 要说起来呀 在嘉靖二十九年的这个事件当中 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之外 大明王朝也并非是毫无收获 在丁汝葵死了之后 利部侍郎王邦锐 暂时代理兵部事宜 开始收拾残局 在整理房屋的工作当中 他无意间发现 有一本叫做《被隐达册》的书 在军中广为流传 书中记载了对付隐达的各种方略 极有见地 合乎兵法 王邦锐立刻叫来了下属 就问 这本书是谁写的 哪位官员写的 下属告诉他 此人是世袭将军 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 却因为遇到暗达进宫 临时参战 时任京城九门总棋牌官 战争结束之后 已经调房计门了 王邦锐感叹不已 在反复查阅这本书 并打探这个人的情况之后 他在兵部的档案中 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七纪光 山东东蒙人 世袭登州为指挥检士 青年而资性敏晦 壮志而骑射悠长 平 将财 自从耕树之变之后 徐杰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 虽然没有进入内阁 却享受着内阁成员的待遇 被封为了太子太保 从一品的官 还经常被请到西院 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 成为了朝中的红人 这么突然的一得宠啊 还真让徐杰有点忘乎所以了 际遇的变化 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 皇帝的宠信 同僚的逢迎 这一切都让他相信 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然而事实上 真正的机会并没有到来 而他的水平呢 也还差得太远 在此之后 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 很快的将徐杰从美梦当中 惊醒了 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情是从死人开始的 不久之前 孝烈皇后死了 但说死了就死了 开个追悼会 埋了就拉倒了 可是嘉庆先生搞礼仪啊 搞上瘾来了 他给礼部下了一文件 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 专业术语叫做妇庙 但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 坚持原则的徐杰先生 随即上了一封奏书 表示女后不能入庙 只能放到奉仙殿 当严松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当机拍手称快 因为他知道徐杰马上要倒霉了 严松是对的 徐杰很快就为他的原则 付出了代价 嘉庆皇上大怒 当即把徐杰叫来 臭骂了一顿 这个场景 如果放在夏言身上 夏一幕必然是对骂 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 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 那也是家常便饭 徐杰和夏言一样 也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但是这熟悉的一幕 并没有出现 徐杰呀 只是低着头 听着皇帝那无礼的怒斥 他还记得 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 那人头落地的一幕 回应在他的眼前 于是在旁边严松的 俯视丹丹的目光之下 徐杰做出了决定 高呼 皇上圣明 丹丹牺牲尊严还是不够的 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 笑到最后 还必须背离原则 因为眼前的敌手 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 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 唯一的方法 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 称宗也好 赴庙也罢 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 哪怕你把自己家的奶奶佣人 都送进宗庙 但我也管不了啊 这是你们家里的事 在时机到来之前 这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徐杰及时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赞同了皇帝的意见 躲过了一劫 然而他没有料到 自己曾经的一个无意的举动 已经惹下了大祸 而更为不幸的是 严松已经抓住了他这个破绽 在这之后的一天 家境在西院单独接见了严松 双方有意无意的开始闲聊 聊着聊着 这话题就转到了徐杰身上 出人意料的是 严松在谈到徐杰的时候 竟然是赞不绝口 反复的夸奖这人勤于正事 用心干活 而且轻辞也写得很好 一番话说得家境皇帝连连点头 当然了 你要是指望严松先生突然发神经失常 那是不可能的 精彩的在后头呢 严松说 徐杰这个人确实不缺乏才能 然后又叹息一声 补上了最为关键的一句 哎 只不过呀 他多了点二心而已 哎 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 先夸后骂 夸骂合一 家境听到这儿收起了微笑 沉重的点了点头 他赞同了严松的意见 听到这儿有朋友问了 这为什么皇帝会赞同严松的意见呢 严松这句话其实是有由来的 在家境三十年二月 徐杰曾经向皇帝上书 请求早立太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 之前还有几回 只不过都被家境压了下来 在礼部上书徐杰看来 立太子那是必须的 也是出于礼仪的需要 当然也有前涵的意思 您每天都在那炼丹炼丹 哪天突然胡吃海灾食物中毒 您挂了 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 不过这个要求在家境皇帝看来 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 我还没死呢 你就准备另起炉灶了 就这样 老谋深算的严松 只用一句话 就粉碎了徐杰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 在这之后 皇帝对徐杰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很少召他进西院 再也不好言相向 虽然皇帝没有明确的表态 敏锐的徐杰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 用不着去打听 他也知道那是严松搞的鬼 同僚们的嗅觉呢 也是十分敏锐 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杰是凤凰 但是涅槃之后 自然就变成了野鸡 众人呢 也就此纷纷的离去 徐杰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杰 他终于明白 自己虽然得宠 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还远远赶不上严松 而他要挑战的 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 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 在严松这位政治后黑高手面前 自己的功力还差得太远 但是不要紧 现在还来得及 徐杰将重新开始 那么徐杰将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最终战胜严松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好 谢谢 i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